來個新的大土室喔 然後現在已經入口感了 瀝落手腳 麵包鋪上小黃瓜 一個漢堡就這樣完成了 動作敏捷迅速 而想不到做早餐的人 竟然是藝人小Call 來 你的原味蛋餅 還有鮮奶茶 好 請慢用 時薪125元 小Call在早餐店打工 貼心詢問客人需求 送餐時掛著甜美微笑 放下藝人身分 小Call一身T-shirt加圍兜兜 素顏上班 而且他不是那種什麼 一日店長的那種活動 是好像生了在這裡工作 滿不容易 誰捏那麼近 在綜藝節目上可愛搞笑 到早餐店打工 倒不是因為混不下去 而是想一緣創野夢 因為我的夢想是開早餐店 你長得很像小Call 然後我就說我就是啊 他都以為我在騙他 然後我就說為什麼我不下 他說小Call的胸部沒這麼小嗎 決心要開早餐店 先來學點功夫 早上五點起床不怕苦 期許自己花一年時間當學徒 當初應徵老闆都嚇一跳 是滿驚訝的 因為一直覺得他 好像不太適合這種環境 可能螢光目前看的跟 自己現在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小Call的親切沒架子 還不少客人慕名而來 在演藝圈吃苦耐勞出名的他 這次又到早餐店當公讀生 放下身段學經驗令人佩服 謝謝老師 他們一集開北報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